我今天去教阵亡名当 已经上升到153人了 中国的 我们这边包了朝鲜兵 进去就没了嘛 还是说是朝鲜兵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对于中国学生恶意的攻击行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八九 最近这几个月大家都知道 中国政府征召了一些退伍老兵 让大量的这些退役军人去参加俄军 那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因为以前基本上都是什么呢 欠钱啊 躲债啊 在中国失业混不下去的 跑去参加俄军 对吧 那现在基本上是各方参办 加上北韩宣布啊 最近这几天嘛 要派什么志愿军去支援俄国 那北韩啊 还制作了一个韩语加乌克兰语的宣传海报 表示啊 我们一定要拿下你啊 我们一定要消灭你们这些邪恶的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 结果被乌克兰方反制了一张朝鲜兵啊 被打得屁滚尿流的海报怼回去 那当然啦 你怼回去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就让我们这些墙外的人看汉干预而已 因为北韩的人根本就看不到乌克兰现在是怎么样 说不定现在北韩政府还对北韩人民说 我们已经打赢了 伟大的朝鲜在金正恩的带领之下 把这个乌克兰给打败了 然后我们之后呢要进攻乌克兰后面的美国 非常有可能啊 现在网络上就流传出有两个中国雇佣兵啊 分别叫做李大富跟点狱长的聊天影片 而李大富他人已经回到中国去了 这是他的参军证 还有他在乌克兰前线的照片 他们双方都表示啊 俄方的指挥官 经常性的指挥失误 导致可能这个小队全军覆没 对吧 那非常多参军人士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跟待遇 那还有更搞笑的是什么呢 有8名朝鲜的志愿军啊 被金正恩派过去了 8名军官级别的北韩兵啊 上前线一天没了 他所在的前线小粉红啊 中国籍的已经S了153多人了 单单只是他那个区域哦 还不算其他城市跟其他战线的哦 那个加上去有多少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 他们聊天的这段影片吧 你对八思你出不去 然后呢 我当时我就在对八思我就把这个东西视频给发出来 我说就怎么指挥官指挥失误 我在前线都给他担心了 我感觉我 哎呀 老多事了 他每个地方真的老多事了 哎呀 这个户队跟部队他不一样 他每个部队打的也都是 反正有一个是没错的 指挥失误 这是常态 那个阵王府序啥的 你想有的地方他没有阵王府序的 他是什么几个不赔 什么失踪的不赔 那遍地的尸体那都是失踪的 脸被炸的分不清谁谁的 分不清是谁的 他也不赔 那你说那多少啊 多少都不赔 太多了 我们这边也是好多没有赔的 你看不到他的军牌 你直接分辨不出来是谁 按失踪去理 就连我的答案上都是这样 我今天去交阵王名当 我这边阵王名当上统计出来是已经上升到153人了 中国的 咱们国内的就100多人了 对咱们国内 就我这个战线153人 还没统计你们那边 统计你们那边估计更多 我们那边国人少了 我们那边 我们这边爆了 朝鲜兵进去就没了 还是说朝鲜兵狠 拉倒了 进去就没了 才一天的时间 八个人 还是指挥官级别的 哈拉社 在国内的啊 兄弟 哈拉社 你们那边逃兵有我们那边 没有 我们这边逃兵直接就地击毙 我们那边也是 我们之前发现过一个逃兵 一个逃兵之后他跑了 跑了 抓回来了 抓来了之后没几笔 盖一队 盖一队之后关集装箱 我们俩就有集装箱 我们在关集装箱里边一声冬天 哇 好可冷了 在里边连个面敷都不给 卧槽 第二天早上起来都半死不活的 拖着出来 都半死不活的 逃兵了 整个半死的 先给你折磨你半个拉月 半个拉月了之后呢 再把你踢出去 他就不让 不就是用那个红色胶带吗 把你捆在那树上吗 然后抽屁股 我们看完这段影片 可以看到他说这个S的啊 都没有什么抚恤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操作 你们中国不也是这么操作的吗 你去银行领钱嘛 你还要证明你自己是你自己 对吧 你就是拿了身份账 他还要你证明你是你自己 你爸妈S 他还要让你来证明你是不是你爸妈的小孩 让你爸妈本人来这个银行 这个在网上 先前也看过不少这样的荒谬影片 对吧 你可以想如果今天中国发生了这种对台湾的战争 我觉得你们做的可能比俄罗斯过分 而且俄罗斯这个估计是有附贴金的 那个附贴金落到谁手里了 啊 这个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 而我们刚刚看这个影片 他说这个指挥失误 基本上若俄罗斯相较于乌克兰啊 他们如果没有人口优势的话 首都莫斯科估计早就被反攻淪陷了 对吧 就连中国人都在骂俄罗斯 俄方指挥官数值特别差 判断经常抽 不仅仅只是一个战区而已啊 当时一堆小粉红还在吹什么 一天内 一周内 一个月内 又变一年内 拿下乌克兰 现在都快三年了 对吧 连首都都没拿下来 结果事实证明什么呢 小粉红每次的国际情势判断 严重错误 然后小粉红还说台湾还有这些反共人士都是井底之蛙 我们把每次的事件来看 什么佩洛西登台要打 乌克兰一天内拿下 日本又一天内拿下 台湾一个小时内拿下 六个小时内拿下 然后讲了一堆有的没的 对吧 美国其实是很穷的 中国经济越来越好 中国股市应该要超越美国的 结果你没有一个是准的 然后你到现在还自认为你是一个国际童 你看的比这些反共人士更多 所以我建议小粉红都去参加俄军磨练一下 下辈子你们打台湾的时候 估计会比较得心应手 那前几天习近平到了 火箭军611率视察 而这个火箭军的状况 马上被一名台湾的网友 透过央视的影片 揪出了习近平视察的地点 还放了那个方位图 他还有画那个 左边是谁 右边是谁 从这个最高级的将领 一直到这个比较低级的将领 全部都列出来了 如果连一个没有专业设备 也没有真正从事过间谍情报的人 都可以找出来啦 当然他有他的天赋啦 但我说相较国安人员 还有这个间谍人员之下 你说这样的人都可以找得到了 那美国的情报局呢 美国的情报单位呢 美国掌握的线人 跟中共火箭军整顿的状况 会不清楚吗 你以为这个 美国军方跟美国国会掌握的消息都很low吗 你们都以为说 美国跟那个中共体制内的人都没有打交道 都没有间谍吗 一年多前啊 火箭军司令跟副司令 因为贪腐军想 让这个火箭军啊 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双双被拔关 消失至今 无声无喜 火箭军的现况战力恢复了吗 还是又换了一个手段更高明的 贪污指挥官 贪污司令上来欺瞒习近平 你看我上来之后 火箭军看起来更厉害了吗 能打啦哈 事实上呢 说不定看的比以前更重 当然这我不得而知啦 我只是一个猜测 除此之外 最近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遭到俄罗斯人拳打脚踢 也有女留学生被即将参军的俄军给骚扰 于是 有一名肉身在俄国的中国网红看不下去拍片发生 要帮中国人讨公道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 太不可理喻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经过多方面了解和收集信息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对于中国学生恶意的攻击行动 具体的细节和我们同胞受伤的情况 你不发声 我不发声 下次还有这种事情出现怎么办 你不说话 我不说话 下次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 今天我和我的同学朋友们不代表任何组织 仅代表个人 对受伤的同学表以慰问 还有那些蓄意针对中国学生有攻击行为的外国暴徒 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不求为同胞们讨一个100%的公道 只是于心不忍 3 2 1 我们出发 然后我们也是驱车到达了中国学生受到袭击的那个超市 这是在4天之前发生了两名俄罗斯人对于中国学生袭击的一个案件 我老师对这个是什么看法 这个也是我前一阵在公路号里看见的这个新闻 首先 我感觉是非常闷 其次 我们后学生 我要说什么呢 其实咱们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下次再有任何外国的企图 咱们这种人只要团结了 就一定要团结到一起 如果他打咱们咱们也揍他去 打他 不是说以暴之暴 宣扬暴力在这里 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暴徒们知道 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住机场宿舍的同学们以后不要害怕 就到这边正常的买东西吧 也不要跨大石石了 你知道这个按中国特色的用语这个叫什么吗 这个叫做善意攻击 然后呢 中国网红做的行为是什么 恶意维权 恶意讨拍 其实啊 讲点正常的 这个中国网红做的这个维权的事情本身是对的 对吧 保护自己的国人同胞 这个在任何国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赞许的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或是在日本遭受同样的待遇 或是说不要同样的待遇啦 只是在这个课堂上被教授指证台湾问题 中共的这个问题 或是有没有挂五星旗的问题 马上一堆热搜 结果中国人在蒙古被S啊 在俄国被集体骚扰啊 被恶意的S啊 没有热搜 肉身在墙内的大型粉红博主 没有一个敢过来趁这个热度 因为今天这个国家是俄国 这是为什么 我跑遍这么多国家 基本上欧美日 非常多的城市都有 中国城 唐人街 为什么俄国没有 为什么被中共政府宣传最坏的国家 美国是最多的 而中共最好的邻居 最好的爸爸没有中国城 最好笑的是什么呢 先前一堆粉红抢日本学校 对吧还记得吧 上个月在深圳不是发生了那一起悲伤的事情 然后引发了中日这个外交的冲突吗 小粉红乱S日本学生对吧 那过了一个多月 中共官方报告还没有给出方案动机哦 但是在10月18号 一名体制内的中共官员 写信给日本媒体 表示这名男子是来自广州 因为长期失业 长期找不到工作 身心不满 想干一点大事 把矛头放在外国人身上 如果对本国人估计 没有办法造成这么大的舆论影响 他没有办法成为英雄 是吧 那我们去年其实已经分享过了 中共国为什么这么多张献忠事件 尤其是这一年这几个月 越来越多S什么官员啊 村干部啊 厅局处长的事件对吧 这就是失业问题导致的嘛 日子过不下去 又被官员欺负啊栽账啊 而如果你本身就没有在关注中共的内政 你根本就不知道 中共媒体没有报导的 天天流传在外网上推特上的 张献忠事件 到底有多震惊台湾人的三观 如果你觉得台湾以前是犯罪天堂的话 抱歉 拜托你去了解一下 中共没有报导 流出墙外的那些加在一起 什么才叫做天堂跟地狱 你真的去分一下清楚 而为什么台湾的犯罪率 对于客观数据啊比二三十年前还低 但是台湾人啊还有林芝草 却感觉台湾比以前乱 这个就是媒体宣传的效果 因为以前传播速度没有这么快 而且党国体制下会筛选新闻 而现在有不同立场的新闻媒体 传播速度也非常快 政府也没有像共产党那样 有党支部党委书记在媒体 对吧不然你说中天的党委书记 跟三立的党委书记是谁 因为写着嘛 我简单举个例子 以前一年一千件 你媒体报导了一百件 人民平均从媒体上看到了七十件 可能有三十件 时间太忙啦出去玩啦 没看到没注意到 那现如今一年五百件 媒体报导了四百五十件 人民平均从媒体上看到了三百五十件 剩下的一百多件因为太忙了没时间看 你看喔以前的人 人民从报导上看到了七十件 现在的人民从报导上看到了三百五十件 所以观感上你会觉得比以前乱 因为你看到了三百五十件 但你不会去看那个基数是在下降的 是吧 这个就是观感跟这个客观数据 人们往往分不清 被自己的这个感情给带风向带走 是吧 而中共媒体是不管一百件 还是一千件一万件 他都可以报成是单独个案 只有一件只有十件 剩下的都是境外势力干预 其他的都是这个海外媒体造谣 都是被这个民进党一四五年给收买的 都是AI的 都是换图的 都是造谣的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点赞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吧 我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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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